有些朋友出狱可能会碰到长期出差 或者家里有小朋友小动物的原因 有了安装摄像头的需求 一个好用的摄像头能提升安全感和整体生活品质 加上支持苹果HomeKit端对端安全加密的摄像头开始普及 今天就正好聊一聊目前最受关注的两个系列 两个是支持HomeKit的绿米G2H和G3 还有一个是小米最高端的2K云台版Pro 我相信光看价格肯定有人觉得果粉的钱真好赚 只有一个HomeKit能加这么多钱 当然耐心看完视频 可能你就会对摄像头这个产品有更深入看法 甚至会认为899的G3网关版性价比更高 先看参数 两个大只摄像头都是支持360度云台和2K分辨率 加上支持带宽更高干扰更小的5G Wi-Fi 而G2H只有2.4G Wi-Fi 分辨率只有1080P 不支持旋转但是镜头更广 可供选择的颜色也更多 三款都支持红外夜景 除此之外都内置了网关 绿米支持的是ZB网关 配件可以进绿米HomeKit 而小米摄影机支持蓝牙网关 只能在米家使用 有些同学可能会说 小米曾经发过一款多摩网关 同时支持蓝牙网关 但实际情况是 这款网关只支持ZB2.0 并不支持3.0的曼式功能 稳定性偏低 此外小米的ZB设备已经停产 在淘宝销售的基本都是库存 而且都有涨价 最关键的是 绿米的一些新设备 已经停止支持小米多摩网关 所以对于HomeKit的用户来说 内置网关就直接拉高了性价比 特别是方便的覆盖较大的房屋面积 再加上HomeKit安全视频的端到端加密支持 更是核心竞争力所在 G3的另外一个独占功能 就是机身红外遥控器 可以加载线有设置 或者是从遥控器学习 不过这部分功能并不支持 接入HomeKit 只能在Aquara App使用 好在能被接入自动化 然后我们再看安装方式的区别 GLH因为重量轻体积小 所以底部安装了磁铁 然后整个底座 是可以手动调整角度和抚养的设计 因此只要在墙上贴一片铁片 就能免打孔安装在外墙上 加上本身的广角设计 非常适合楼道监控这样的场景 二开云台版Pro的外墙安装 附送了对应的膨胀螺栓和卡扣板 或者可以另购支架 绿米G3底部配置了一个四分之一螺孔 所以有更多的支架可以选择 加上使用的是USB-C接口 这点也要追加好评 两款网关都支持物理屏蔽 不过要注意的是 绿米这款只有在家庭和Aquara两个App中 同时关闭才会屏蔽 米家和AquaraApp的自动休眠逻辑是定时 而HomeKit的逻辑是根据在家离家两个场景 只是说在特定的场景下关闭 你可以让它在绿米App手动持续休眠 这样HomeKit关闭直播录制就一定会屏蔽 然后我们来对比AquaraHome 米家Home三款App的体验 首先G2H不支持旋转 功能是最少的 只有拍照录制通话和暂停画面 画中画功能仅限App内 所以有点鸡肋 G3支持了旋转功能 所以有了这个功能的交互 不过由于HomeKit并不支持旋转 所以你只能在AquaraApp里面调整摄像头的方向 或者让摄像头保持在人形和动物追踪模式下 这样HomeKit看到总是有信息的画面 实测一下人形追踪 基本能追到人 所以我建议把它当作一个常开的功能 考虑到小米只有一个控制平台 所以没有把人形追踪放在主界面上 而且也没有提供动物追踪功能 最麻烦的是菜单的层级非常多 归类也不合理 不熟悉的用户很难方便的找到需要的功能 就比如说看家助手为什么和AI是独立的 很多存在依赖的设置项目也没有清晰的逻辑关系 功能设置中的存储管理 云存储相册也应该整合到一个大的设置面板下 不过最不能让我接受的是小米视频云存储的定价 30天滚动存储的包年价格 即便优惠后都要接近299的硬件价格 而且这个VIP只能包含一台摄像头 如果需要安装较多摄像头的话 一年下来就是一笔天价 最关键的是这个服务并不保证端对端加密 就连人脸识别都要开启云存储 换句话说 如果你用的是SD卡加NAS存储 那么这个人脸识别是用不了的 作为对比 HSB的加密云存储包含在iCloud计划中 一个月6块钱的50G套餐就有一个免费摄像头 而200G的20亿元套餐可以包含5个摄像头 68元的2TB套餐可以上无数个摄像头 而且上述计划中 录制的片段都不会占用存储配额 iCloud的存储配额也可以用于其他服务 同时iCloud也可以包含在家庭的Apple One计划中 这就进一步降低了使用开销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从长期看 HomeKit摄像头的性价比更高 当然额外要求这是一台iPad TV HomePod充当家庭中枢 不过这些也都是很多人智慧家居计划内的产品 HomeKit的另外一个优势就在和Apple设备的协同 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在通知里面看到实时或者录制的画面 并且这个界面下能够直接操作同房间的电器 或者是开门操作 对识别到的人脸可以快速加入到已知列表 进入到实时画面可以进入对象模式 这就利用到摄像头的麦克风和扬声器 而且画中画通知功能在各个平台都有支持 而小米的通知则需要大量的页面跳转 并且人脸识别依赖云服务 而不是本地的神经网络引擎 比如A12和S5里面内置的NPU HomeKit的人脸识别可以和照片库的人脸识别数据关联 也可以通过自行学习手动命名 乃至设置到对应的联系人 对于认识的朋友和邻居可以设置不显示通知 减少信息干扰 除了对人、车、宠物的识别 在新的iOS15中可以单独识别快递包裹 另外整个界面的交互非常直观 需要保存片段就是点击分享 然后选择片段后点选保存视频 注意保存的视频片段会把拍摄时间写入EXIF 而不是保存时的时间这是正确实现 除了iPad、iPhone Watch也能看到通知 并且能通过Watch App观看实时画面 也能进行对讲功能 新买Watch OS也能在通知直接观看片段 而且整个App的交互也有很大改进 界面的元素调整得更加合理 TV OS也有新功能 这个界面可以直接操作场景内的设备 而且终于允许在TV解锁门锁 此外Apple TV增加了一个对摄像头总览的画面 这样屋内屋外就一览无余 我也尝鲜了一下 感觉TV的性价比也更高了 当然还不仅如此 M1支持iOS App之后 绿米米家Home都能运行 这样在家办公也能坐正四方 最后就是一个无料测试 三个摄像头可以看到G2H最广 其次是小米 最窄的是绿米G3 不过视野更多是一个需求问题 G3虽然窄 但是看远处也更清楚 而G2H的解析力会变得差些 但问题不大 唯一要指出的问题 就是G2H的红外夜景缺乏明暗对比 同时动态范围的表现要稍差些 最后总结的话 虽然G2HG3比较贵 但是考虑到HomeCare在云存储价格和体验上的优势 我认为整体上还是物有所值的 G3对比G2H的话 前者更适合看家 而后者适合放在楼道 本质是面向不同需求的产品 预算紧张的同学 一定要记得利用好摄像头内置的网关功能 这样就可以少花一笔钱 我的建议是把预算留在体验 提升最明显的感应灯和智能门锁上 OK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觉得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终于可以聊聊智能门锁了 有问题的话可以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